梅子季来咯,复礼香农会花莲市农会联手迎接即将到来的梅子季 在行销记者会中,县长徐正蔚透过吴建国老师的教学 亲自以梅子酱制作出慈禧太后最爱的甜点鲤鱼棍 并推广在地的梅子文化 每年3月下旬以及4月份为东部青梅的盛产期 而梅园大多位在花洞粽谷两侧山脉一带 生长环境自然洁净 因此所生产的梅子品质优良 更适合制作出各式各样的甜点以及梅酒梅子酱 县长徐正蔚透过吴建国老师的教学 以梅子酱制作出了慈禧太后最爱的甜点 那我们现在是用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那个护理他们的那个 那个柚香梅果酱 这是茶梅 要用茶梅 那这个在家里很简单 我们可以用怎样 用电锅 那我们电锅里面呢 我们内锅就一杯水 那里面我们就用什么 有没有 我们蒸出来里面为什么会黄色 存奶下去蒸下去 它一道空气氧化 那个氧化以后才会变黄色的 那里面我们就会加一加糯米粉 然后然后先那个奶水 然后跟盛粉 然后把它蒸一杯水下去蒸就可以了 现场贵宾也在家政班指导员的指导下制作了梅酒 而梅子董表示 梅子有各式各样的品种 依照不同梅树的特性 可制作成脆梅 紫苏梅 梅酱 梅酒 和梅醋 也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走一趟富里乡农会 体验梅子的产品制作 记者连结花莲市采访报道